在我们国座京剧近两百年的历史上 谭氏家族一共七代 共四十多个人从事着京剧事业 这是在我们中国戏曲史上一个世家之最 更是在世界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 掌声必须要送给谭氏家族 谢谢大家 谢谢 而且我们也知道 京剧分好多流派 到底谭派京剧 在整个京剧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地位 咱们请教一下梁老师 给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我想谭派艺术 对于每一个京剧迷来说 都是深入人心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只能是作为一个普通戏迷 我讲着我一点体会 京剧界有句话叫无派不宗谈 就老生流派里 后来我们大家耳术能详 那像严居鹏 颜派 于树言 于派 杨宝森 杨先生的杨派等等等等 或多或少都受到谭派的影响 甚至我们看四大名诞里边 像梅兰芳先生 陈岸秋先生 他唱里边这些比较委婉的唱腔 很大程度上也得于谭派艺培先生 对原来京剧体系的一种改造 就是他在京剧界 我们很多朋友熟悉陈凯歌 拍的电影那个梅兰芳 里边那个十三燕 他的原型就是谭派艺培先生 不要说顶尖一人 他是尖上的那个尖 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想落到第七代谭正妍身上 我不客气的一点说 他这个成长过程 我在北京看戏是基本上 从十来岁看到他现在三十多岁 其实我们看谭正妍这个形象 不唱京戏 说我去当个模特 我去演影视剧 咱实时求是说 挣的都比唱京戏多 我想这点孝曾先生也会有体会 但为什么把这孩子就摁到这个上 那就是为了谭派京剧的传承 也为了中国京剧这个血脉 一直能延续下去 我得站起来向你们拘有功夫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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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谭老师 梁老师说得特别好啊 咱真可以说老谭家这七辈人的历史 可以是京剧历史的一个浓缩了 谭孝曾先生的父亲 也就是谭派京剧的第五代传人 谭元寿老先生 他也是京剧升行的领军人物啊 现在呢 谭老先生已经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了 而且据说啊 老人家七十二岁的时候 还在台上翻过跟头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爱走这个 因为确实得震烟后心 如果翻大的话会摔屁股摔腰 翻小的话会戳着脖子 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就年轻人有的时候都受不了 前几年啊 咱们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一个工程 叫音配相工程 就是把老一代的音 由我们当代的经济演员 去配这个相 以流传后代 他其中呢 就有很多谭派剧目 谭派剧目呢 就选中了 由我父亲和我 去分担其中的一些 配相用的剧目 其中有一出 戏迷朋友们很熟悉 叫问强道府打滚冲箱 这个戏里呢 有一个技巧 叫我们京剧里边 书语叫掉毛 大家可能一般的 就是叫什么钱空翻 可是手不着地的 是这人翻过以后 直接用后背 去落在这个台板上 那年我父亲 配我祖父谭平 像的这个戏的时候 那年72岁 大家也考虑到 他的年事已高 说这个技巧 您是不是就别自个走了 说现在这个科技啊 也可以做 说到这个时候您停 找个替身 翻这个吊毛 完了以后我们再接 当时事先都讲好了 而且有我一个师哥 也在那个编幕 也都化好妆了 也都穿梭好了 就等着这一下 他上去就替 结果没想到 到那个时候了 他通 自个就翻了 在现场观看 这个录制工作的一些人 一笑都吓得 都站起来了 恐怕他在台上 有什么闪失啊 终归是72岁了嘛 结果他 没事 没事好了 大家就 事后之后 大家就很不理解 说您都这么大 岁上您干嘛 还要都找替上 您爸还要自个儿 去走这个吊毛啊 您是不是说逞能啊 就那意思啊 说不是 说第一 我走这个吊毛 因为我是给我爸爸配相 第二 我得对得起观众